一打开床头柜塞满各种名牌包 还有大量戒指项链浴卓 玩如行动珠宝店 用盒子跟防尘套一个个装好 不说还以为是收藏品 但其实全是藏物 这一切案就发生在台北市文山区 这一带住宅区 嫌犯这回利用被害人不在家的时候 偷偷闯进去屋内窃取大量的珠宝首饰 这面50岁的陈姓嫌犯 日前闯入公寓走到顶楼 爬到隔壁住家阳台 再次走出来后 手上已经提着大包小包 价值60万的战利品 摆满好几张桌子 明明证据就摊在眼前 他却矢口否认 警方只好搬出亲情牌 通知他20多岁的儿子到派出所 这时情况才出现变化 儿子难掩失望情绪 忍不住道德喊话 你还在假释期间 上次被关出来时我15岁 下次再出来我都不知道几岁了 能不能别再执迷不悟 他听完后脸色一沉 才卸下心房坦诚犯刑 陈姓嫌犯平常以打零工为生 没有固定收入 至少有10项前科 才刚假释出于半年 寄宿在儿子新北的住处 如今又再次犯下双北多岐窃案 不仅恐怕面对新的刑则 又再次伤了家人的心 TVBS新闻王金龙